昨天又见,今天又见,我们天天相见 大家好,欢迎回到天天相见厨房 我是伟哥 把鸡蛋液倒进豆腐里面 出锅以后就是一道非常好吃的家常菜 下面我们一起来了 解一下我的制作方法吧 现在要准备的材料有 嫩豆腐、鸡蛋、大蒜、生姜、小米椒、小葱 首先我们要准备两块嫩豆腐 豆腐准备好以后我们把它放到案板上 接下来用刀 把豆腐给它切成一公分的厚片 豆腐也不需要切得太厚了 如果切得太厚的话不容易熟 把所有的豆腐切成我们手中这样的厚片 然后把豆腐倒入大点的碗中 接下来准备一个小碗打入三个鸡蛋 鸡蛋最好是选择母鸡蛋 鸡蛋打进来以后 我们用筷子将它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 我们要把鸡蛋搅拌成鸡蛋液 最好是顺着同一个方向搅拌 会更均匀一些 鸡蛋液搅拌均匀我们先放一盘 接下来把打好的鸡蛋液淋到豆腐里面 鸡蛋液打进来之后我们晃动一下碗 让所有的鸡蛋液都裹满豆腐 浸泡20分钟 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些大蒜 把大蒜给它切成蒜片 片胶以后再改刀剁成蒜末要剁细一点 蒜末全部剁好以后装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块生姜盐把它切成薄片 片切以后再改刀切成姜丝 最后再切成姜末就可以了 姜末全部敲以后和蒜末放在一起 准备几个小米椒把它就把它切掉 然后把小米椒给它切成小圈 小米椒敲以后和蒜末放在一起 再准备一些小葱把它切成葱花 葱花切好以后和蒜末放在一起 剩下来的葱叶也把它切成小段 切好以后装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调个料汁一勺食用盐 再加入一勺鸡精 小半勺胡椒粉 再加入一点蚝油 再加入一点生抽酱油 一勺玉米淀粉 然后倒满一小碗清水 用筷子将它搅拌一下搅拌均匀 提前调个料汁是为了炒菜节省时间 搅拌均匀以后 我们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起锅加入少量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把鸡蛋和豆腐放入锅中 全部给它放进来以后 开小火慢慢地给它煎制 这里我们鸡蛋煎豆腐的时候 一定要开小火 千万不要开大火 如果是开大火的话 鸡蛋就烧焦了 豆腐还没熟 所以我们开小火慢慢地晃动一下锅 让豆腐和鸡蛋受热更加地均匀 煎制底部定型以后 再将它翻一个面 这样豆腐和鸡蛋就能融合在一起 开成小火慢慢地给它煎制几分钟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你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呗 感谢大家的支持 豆腐和鸡蛋煎制成块以后 我们把它切成小块 这个时候我们的鸡蛋和豆腐 融合在一起了 这样做出来的鸡蛋豆腐 怎么炒都非常的好吃 然后给它翻炒均匀 将它盛出来先装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起锅加入少量的食用油 再把将蒜末小米辣全部放入锅中 给它翻炒一下 把它们炒出蒜香味和辣味 全部炒香以后再把豆腐鸡蛋加进来 这里可以开大火快速地翻炒一下 翻炒均匀 这个时候我们的豆腐和 鸡蛋都融合在一起了 所以我们给它翻炒均匀以后再把调 好的料汁加进来 料汁加进来之后 快速地将它翻炒一下 翻炒均匀 全部炒入味之后 我们再把葱段加进来 葱段加进来以后 我们快速地翻炒一下 差不多就可以出锅了 鸡蛋和豆腐这样做 真的是非常的美味 然后把它盛出来 装入碗中就可以开吃了 一道鲜嫩爽滑 又好吃的鸡蛋豆腐就这样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鸡蛋豆腐 非常的入味又好吃 而且吃起来也非常的鲜嫩 就算是不爱吃豆腐的都能吃两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帮忙给我点个赞 并订阅我的频道 别忘了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你有学会做这个家常菜了吗 下个视频中 我将会带来更多的家常菜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 哪里 我们下个视频 感谢观看